欢迎你 欢迎大家进入Newton Kids的神奇世界 iVox 我问你 星星为什么眨眼睛 大海有什么秘密 我想知道世界有多神奇 特学宝藏在哪里 Newton Kids都知道 小小种子真奇妙 藏着生命的奥妙 高山大海会发脾气 空气也有神奇魔力 你想知道所有的事情 都在Newton Kids里 Newton Kids 神奇的眼旅行 Go 阿斯科 蛋花汤煮好了 来尝尝看吧 好耶 iVox 汤没有味道 怎么会没有味道 我忘记加盐巴了 人家刚刚还特地跑去买盐巴 我现在就加 你等等 加这样应该够了 阿斯科 你再喝一口看看吧 好喝 没想到白白小小 像粉末般的盐 竟然有这么神奇的魔力 让汤变得这么好喝 盐不是白色粉末 而是一颗颗细小的透明结晶哦 真的吗 你用放大镜看看吧 哇 没想到盐跟玻璃一样透明 而且还阵阵方方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盐是无色透明的结晶 但是因为盐力太小了 一堆盐力放在一起的时候 照射进去的光线 经过多次反射跟折射之后 看起来反而像白色的了 刚刚听你说盐巴是来自海水的礼物 真想知道它是怎么从海里形成的耶 那有什么问题 要不要我带你来一趟盐的时空之旅呢 时空旅行吗 哇 好味 好热 这里是哪里 我带你回到45亿年前 地球刚诞生的时候 你瞧 这里到处都是正在喷发的火山 Ibox 喷发的火山跟岩有什么关系 岩长好像要喷出来了 快逃 别担心 我有火山侦测器 早就算好要飞高一点了 刚诞生的地球真是热啊 可是 看不到海水 也看不到岩巴啊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海 岩也还没形成 不过 形成岩所需要的绿离子已经出现了 刚刚火山爆发喷出来的气体 里面就还有很多绿离子 哇 打人了 好像要下大雨了耶 啊 好恐怖啊 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这个时期的地球 天空密布着浓云 常常会下起大雨 等雨水慢慢累积 就会形成海洋哦 雨变大了 噼里啪啦的打在岩石上 Ibox 难不成岩是雨水打在岩石上形成的 呵呵 有点接近 因为岩石中还有很多钠离子 下雨的时候 会把一些绿离子融在雨水中 一旦雨水落到地面 水中的绿离子跟岩石中的钠离子 就会产生化学变化 形成绿化钠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盐了 原来盐又叫绿化钠呀 真有趣 Ibox 这些绿化钠又是怎么跑到大海里的呢 你往地面瞧瞧 这些含有绿化钠的水 也就是含有盐的水 都流往哪里了呢 它们全都藏 啊 我知道了 这些水后来不断汇集 变成了大海 没错 就是这些含有盐的河流 不断把盐带往大海 经过几十一年的累积 大海就变成咸的了 好 接下来我带你去看 人们怎么把盐从海水里制造出来吧 好 Ibox 这里是哪里呀 地面上有一格一格浅浅的水池耶 这里是五十年前的台湾盐田 人们正在晒海水来取盐呢 海水不是煮出来的吗 那是人们一开始发现 海水里含有盐的故事 后来人们发现 只要取海水来晒太阳 吹吹风 就能取得盐巴了 哇 好聪明啊 不过 为什么还要盖那么多水池呢 因为海水里面有一些杂质 而且盐分的浓度也还不够高 所以会引入海水到比较大的蒸发池 去除杂质并提高盐的浓度 然后呢 等水中盐的浓度变高 形成非常咸的卤水之后 就会把卤水引到吉卤池里面 接着再用水车 把吉卤池中的卤水送到小蒸发池 最后再送到结晶池 等过了两到三天 水分慢慢蒸发 海水中的盐分就会开始结晶 长出一颗颗的盐了 真有趣 没想到我们吃的盐是这样来的 不过 要是遇到阴天或下雨天 不但没有太阳蒸发水分 水还会变多耶 该怎么办 盐天要是遇到那种天气 产量就会减少 不过 科技日新月异 现代的台湾都是利用电 将海水浓缩制成卤水 再经过机器处理 制成食用盐 这样就不会受天气影响 产量也变得很稳定 虽然现代制盐方法方便许多 不过制盐的过程还是蛮麻烦的 为什么要产这么多盐呢 因为盐有很多重要的功能啊 我带你去人体里面旅行 你就会了解咯 Ibox 盐在哪里呢 我怎么看不到啊 阿斯克 盐巴被吃进肚子之后 就会变成绿离子跟钠离子的模样 在身体里跑来跑去哦 哇 我看到了 它们长得好可爱哦 走 我们跟着这些绿离子跟钠离子去旅行吧 这里是哪里呀 有电流 还有闪光耶 这里是大脑 那些是正在传递讯息的神经讯号 你瞧 那离子跟绿离子跑过去帮忙了 它们能帮助大脑传递讯息 使头脑清晰 真厉害 还不止这样呢 走 我们前往别的器官 你还能看到它们施展不一样的功能哦 这里是心脏吧 我看到钠离子了 它们在干嘛呢 钠离子可以帮助心脏 调节心跳 让心跳不要太快 也不要太慢哦 还有呢 我们去心脏旁边的器官吧 是肺部 对不对 没想到这里也看得到绿离子跟钠离子啊 是啊 它们可以帮助肺部 把不要的二氧化碳排出去哦 这里有一个好大的水池哦 哎 里面泡着食物哎 我们来到胃了 那些不是水 而是胃酸 你看那些胃酸里面 是不是也有很多绿离子呢 对耶 绿离子在这里干嘛呀 它是形成胃酸的主要成分 可以帮助胃消化食物哦 iBox 我们到哪里了呢 我们跟着消化的食物来到小肠了 哦 连小肠也有绿离子跟钠离子啊 当然了 它们可说是无所不在哦 在这里 它们能帮小肠吸收营养 要是倒了肌肉 还能帮助肌肉放松与收缩 在血管里 则是可以帮助运输养分 并能调节血管中的水分 没想到小小的盐 分解成绿离子跟钠离子之后 有这么多功用 我再也不敢小看盐了 是啊 就是靠它们两个共同合作 才能让身体维持健康的运作哦 好了 在人体里的旅行差不多结束了 我带你回到外面去看看盐跑进食物里 做了哪些事情吧 好耶 看美食我最爱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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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斯克 看到这些食物有没有很熟悉啊 嘿嘿嘿 这不就是我们今天买回来的食物吗 这些食物里也都含有盐啊 没错 盐跑到不同的食物中 像是酱油 番茄酱等调味料 或是泡菜 咸猪肉等加工食品 能让它们保存更久 不容易补坏 只是加盐 为什么能增加食物保存的时间呢 因为盐可以让食物中的水分跑出来 缺少了水分 细菌就不容易生长 所以能延长食物保存的时间哦 原来如此啊 那旁边的面包 馒头 也有加盐增加保存时间吗 面包 馒头加盐 则是盐的另一个特性 因为盐巴能让面团更有弹性 即使拉成细长的面条也不会断裂 而且吃起来更有嚼劲哦 没想到盐这么神奇 还不止这样 其实盐还会大变身 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物品哦 什么 盐不只能吃 还能用来做东西 有哪些东西是用盐做的呢 你跟着我来 就能知道答案了 Ibox 你不是要带我去看盐的大变身 为什么带我来厕所啊 还是你想上厕所 我是机器人呐 又不是你 需要上厕所尿尿 嘿嘿嘿 对哦 我都忘了 我不是说有些生活用品是从盐变出来的吗 那些用品在厕所就看得到了 真的吗 在哪里 像漱口用的玻璃杯 洗衣粉 清洁剂 都是用盐制造出来的 因为盐分解的钠离子能制作碳酸钠 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苏打 那正是这些物品的原料哦 盐还能变身为其他东西吗 当然了 盐也可以制成碳酸氢钠 俗称小苏打 可以用来制造合成纤维 做出牙刷的刷毛 衣物 雨伞布 热气球等等产品 而且 你看的书本里面的纸张 所使用的木浆 也是要靠盐制成的苏打跟小苏打帮忙 哇 盐巴真是变身大师 他变出了许多完全意想不到的东西耶 所以 盐巴虽小 却是人类生活的好帮手哦 阿斯克 这趟盐制旅还满意吗 太满意了 真是一场精彩的旅行 各位 赞续 各位 赞续 各位 赞续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